今天是国际六一儿童节 首先祝全世界的华人朋友的孩子 节日快乐,心想事成 同时我又联想到一些问题 第一就是在香港的孩子们 小孩居然被港独黄狮利用充当炮灰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真的很惨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一些孩子们 过早的受到网络的侵害 我看了一个新的消息 中国的一个家长看到孩子的手机里面 有一些黄色的APP 还有这些受这些直播网红的影响 好像是荒废学业 这都是不应该的 所以我觉得青少年还是应该把 自己的心思放在学习上 好好学习天天下